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同我们先前开箱影片提到的AS5202T和AS5304T 都是这次ASUS TOUR展出的重点 那现在就请华云的PM为我们介绍 我是华云的PM品号 我今天很高兴荣幸邀请到Enterbox来我们这边摊位来看我们的新产品 那基本上我们华云是华硕企业所投资的子公司 那我们是做网路储存设备 那基本上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Nimbuster 这系列呢它是我们最新推出的AS5253系列的双2.5G Pro的NAS 我们这个logo代表的其实是码跟云的结合 这个概念就是把融合千里码的概念 这种神区的概念 就是有高效能 然后高耐用度的这种概念 然后融合我们云端华硕云端的概念进去 所融合简称马云的概念这样子 这是我们这个新产品的logo的命名的概念是这样子 logo表示的意思 那命名怎么命名呢 我们是其实是因为Nimbuster它的原油是Nimbus 是一种就是雨云 那雨云就是一种雨云的结构 那它富含各种的水汽 那其实是非常结构扎实的一种云的类型 那非常很适合我们的高阶机种 那可能有象征了高专业度 高效能 高performance 的一种意象 所以呢 我们就取名Nimbuster 这就是我们的logo的由来 那基本上 这个星台名有什么特色呢 那它特色在于 它有双2.5G Port 当你使用iSCSI搭配Link Equation 最高速度可以达565MBps 不管是读或写 那这个对于 我们如果像实况主呢 它在拍影片 它就可以同时把游戏存在NAS上面 也可以直接 关上它的游戏的影片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华云公司呢 有推出不同的系列产品 那基本上我们从最基本的S 10 30 再来是5253 40 甚至到我们高阶的70 甚至我们的65系列 这些就是我们一系列的安排 规划下去 那居家共享就是最基地的 包括了我们10系列跟30系列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竞速系列 竞速系列的话就是搭配一些像10G的Solution 或者是2.5G Solution 就是我们AS40系列 跟AS5253系列 那接下来就进阶 比较专业的储备云的 专业使用者 是否比较中高阶的使用者 那就是我们6系列 6系列有包括可能65 啊 62 63 64 这些不同60几这种数字 编排下去 属于专业 那再来就是我们70系列 那基本上我们命名方式呢 都是AS开头代表我们的华云 然后再来就是 6 3 4 这些不同系列代表不同的产品系列 就我刚刚提到那四种系列其中一种 那基本上 搭配完这些之后 就可能例如说 AS5253 最后面会我们会加一个 这一次像我们4倍就叫AS5304T 那后面的04 就代表它是4倍 或是530 比如5202T 这代表就是2倍机种 然后后面加个T代表它是 Power塔型的 那基本上我们大部分都是属于塔型 但我们的企业用户这边 跟我们的专业用户的 这两种类型的机种呢 它其实是搭配的由我们 RECON机架式 那所以最后就会有 R开头的RS或RD系列 这就是我们产品命名的方式 那基本上我们华云呢 一般最常见的使用者 最容易购买的机种 就是我们的三系列或一系列 那这里我们介绍的就是三系列 那三系列就是非常适合 就是居家 就是你像光矿影片啊 或是把你的家庭的照片或影片 都可以存起来 放在我们的NAS上面 非常轻松容易 那再来就是可以搭配 如果比较进阶专业玩家 我们很多会搭配有这个 HDMA输出Porto的这个6364系列 那6364系列它就是 专业玩家 大概可能 小家庭或小型工作室 最适合的机种 那它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 6004U呢 做这个扩充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 你原本的容量不足 那另外就是 我们旁边这台的这个 5253是最新的竞速系列其中的 支援2.5G 最后再讲MyArchive 那这个MyArchive的部分 是我们华云的独家技术 简单来说 什么是MyArchive 它就是一种 让你随时抽拔硬碟的概念 你就是把你的硬碟呢 拿起来 比如说我今年年度 我就标记一个2017年 那我就把这个部分拿起来 那我今天到明年到2018年的时候 我就直接换新的一田插上去 马上随插即用 然后等到可能2020年的时候 你就再买新的硬碟 再插进去 把旧的2019年 拿起来 放到你可能书架 或哪个地方 然后这就是你给我们随插即用 那改天你想要看2017年的东西 那就从书架上面 拿起来再插回去 马上就可以使用 这就是我们家的独有功能 首先呢 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我们ADM 最新的功能 那 最新的功能 先讲下 我们这个Snapshot Center 那这个Snapshot Center 就是我们标印在 我们ADM 3.3以上的版本 那基本上 只要把我们的档案系统呢 转换成BTR F-SIM 你可以制作所谓的Snapshot 那我们已经有 Create很多不同Snapshot 那当你选择其中你想要的东西 你可以按Preview 或者是到我们的File Explorer去观看 那接下来按一个Restore 选择你想要的还原版本 就可以回复到你原本想要的版本 那我们还有搭配这个定期排程 它定期就帮你做出各种的Snapshot快招 那就是 那就是 当你遇到各种奇怪的状况的时候 只要轻轻地回去看历史版本 就可以回复到之前的版本 就不用担心你的资料遗失 那就是我们Snapshot的功能 那再来介绍就是我们EasySync Manager 那就是我们EasySync Manager 这次Strobox 或者JuGorDrive的一种 Server的概念 提供的是一个 档案储存的工间 总部备份的功能 那基本上只要搭配到我们 桌面上的AES Sooter EasySync 那搭配这个软体呢 它就可以做我们同步的工作 那你可以把档案呢 丢在上面 那它自动就会 sync到我们EasySync Manager 这个Server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非常 轻松能够做到的同步备份功能 那接下来就是 介绍我们TakeEasy 当你有一些什么 Youtube的影片啊 或相关的 就是你是个实况主 你可以藉由TakeEasy 那TakeEasy呢 它可以去做一些 下载管理备份的东西 那甚至也可以做订阅功能 那基本上只要你订阅了 你也可以选择自动下载 自动备份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你实况影片就会不见 那就是我们TakeEasy的功能 那再来就是一些 Third Party的部分 就是像我们的Room Server 就是非常常见的 就像有在做 发烧友在常听的 有无损音乐啊 各种音乐 它们所用的软体 它基本上这个软体 可以搭配 它们的音响 可以做无线多台音响播放 等于说它只要透过一台电脑 就可以做到 多台电脑 或多台音响的 影音播放的体验 那同样的 也就是 这是一个Server 装在我们NAS上面 那只要搭配了 相对应的软体 像你可以在PC中 那你就可以播放音乐 那最后就是我们 公司也提供了一个 这个Surveillance Center的功能 就是监控的功能 你只要有 我们的 购买我们的NAS 那基本上免费送四路 四个摄影机的这个镜头 就免费赠送 如果你想要扩充的话 只要再付一些钱 就可以购买license 然后提供更多的 更多路的摄影镜头 那这是非常适合 就是一般的监控产 NVR产业 所搭配的一套软体 那这是我们 主要的几个方权 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 比较特别的功能 就是Porto的功能 那Porto的功能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透过HDMI 从我们的NAS主机 接到你的荧幕 或者是你的Smart TV上面 马上就可以享受 播放你存在NAS上面的 照片啊 或影音啊 非常的容易 那搭配成Porto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 相关的影音应用 那基本上 你就会看到 像我们有 針对了 这一次Gaming的部分 有做一个ScreenScript Package 只要装上ScreenScript Package 它就会把这些 不同的Gaming平台 串流直播平台的URL 放在这个上面 那你只要轻轻的 点选Twitch 或者是YouTube Gaming 它就会跳到那个网页 那你就可以 即时的透过我们的Porto 去观看这些 在Twitch上面 或YouTube上面的 这些即时的实况影片